這是技術球 之前跟大家分享廚具的時候 有觀眾說想看我分享一些好用的日常用品 這個是一個好的提議 其實我一直都有注意一下有什麼好用的日用品可以推介 所以這次就是推介四款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證明它們真的很好用而且還很划算的日本日用品給大家 一般裝扭扣都需要一些特製的工具 就像這些扭扣的鉗才可以組裝到這些扭扣 但這款扭扣就不同了 它一組有四面 以前後夾著的方式來固定 你只需要在裝扭扣的地方 利用一些有尖頭的東西 例如有些原子筆用完墨水 又或者是尖嘴鉗 對準要裝的位置 轉個洞再把扭扣塞進去 然後再用手張另一面按緊固定就可以了 靠固定之後就會很穩定不會掉 而靠的鬆緊度也很適中 所以不需要擔心拉一下拉一下會拉爆 粗用都可以 不知道大家的桌面會不會很亂 沒有位置放東西 這個附加的架或者 可能幫到大家 這個架後面的固定桿可以隨意調整角度 配合前面底部的金屬勾設計 除了可以勾在電腦螢幕的頂部 也可以裝在各種不同的地方用 這個架雖然很小 看起來好像不太穩陣 但它的成重量很強 超過三公斤也沒問題 所以這一年我都有放一些植物盆栽 以及之前介紹過的磁力膠紙機 配合它本身送的防壓煎一起用 就不需要怕它會滑下來 如果有看我的文具片的朋友 相信也都看過這個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以為它是玻璃杯 其實它只是一個膠杯 不過它經過強化 非常之耐跌 就算你家裡有些很白眼的小孩 又或者有樣子 總是很喜歡推倒東西的濕白加一貓 也都不需要怕它們會掉爛個杯 最後這個可以說是我的最愛 在網絡上面的正瓶也是不絕 這個原本的設計 用來給大家吸桌面上的拆膠水 但我買回來第一時間 就把它當成一個超級迷你吸塵器 通常我都會用來吸床上面的塵 本身裡面沒有塵 我現在就吸床上面的塵 你看只隔了7天 塵就這麼多了 有了這個就可以很方便吸走 傢俬上面的塵 這款沒有酒精 而且聲稱可以減肥的啤酒 在香港的國分店已經開始有賣了 什麼?你還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就要看看我之前的一些實測片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種日用品呢? 可以在字頂留言下面的回覆 以按LIKE的方式投票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再見 再見 還有它的說明書說 這個東西不可以用水洗 但我已經用水洗過N這麼多次了 但它還是沒事的 所以 證明它真的很厲害 不過頭盔也是要戴的 如果大家買回來用水洗完出事 就不能怪它 它也說明不要用水洗 不可以用水洗完整 為了 可以用水洗完整 你會給你 不可以用水洗完整 我已經進行 不可以用水洗完整 你的水洗完整 你會不會用水洗完整